哈囉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回到家呢 就發現我們家裡有一箱包裹 那這箱包裹其實我今天早就知道 他會有這箱包裹 因為昨天和兄打電話給我說 要再寄兩顆芒果 可以試看看 因為他上次已經有給我兩顆了 應該是聖德龍 照他的果實的形狀看起來應該是聖德龍 不過呢 因為上次他採摘的時候 是那果實熟透 然後自動釣到套袋裡面的 所以有點過熟了 所以他給我的時候 我那個 品嘗的時候已經過熟了 所以我跟他講 所以他就今天呢 又去摘了兩顆給我 這兩顆應該是在樹上摘的 沒有釣到袋子裡 所以應該還是生的 我們打開看看 他昨天採的今天狀況如何 聖德龍芒果 之前在我們臉書的社團社群裡面 臉書社群裡面呢 有撲過他的照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人說他應該是聖德龍 有人說我不確定 但照那個果形來看的確滿像聖德龍 聽說如果是聖德龍的話應該是越南吧 越南那邊的 你要說什麼芒果芒果界的鑽石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哇 哇 哇兩顆以這麼大 哇 你也套得太 也套得太 呵呵呵 太用心了吧 熟了熟了熟了 熟了 熟我 套得太 有個擠啦,有個突出的地方 所以照這個果型來看,人家說是聖德龍 來,我再拆另外一顆 趁他現在應該是 應該是OK的 我們等一下馬上 馬上開果來試試看 等一下跟著我們的那個 金黃還有我們的那個應該是玉紋 來比較看看 哇,為了這兩顆芒果 寄了黑貓過來 這顆 上面還是 是綠色的 而且還有這個魯汁流出來 所以這個應該是剛採的 昨天剛採的 所以這顆還不能開果 這顆先放個 那這顆應該是OK了 好,那我們今天呢 哇 這裡撞到了 撞到了,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再來 比較這三顆 這三顆果子 這一顆是我們自己種的金黃 這是我們 原子裡面 疑似玉紋芒果 那因為之前呢 已經有分享給各位看 之前因為 前天而已吧 前天 因為還不是很熟 所以我們就把它 切開 吃 所以那個甜度不是很夠 但是這個玉紋的特色 完全沒有酸味 有甜完全不會酸味 只是甜度還是不是很夠 好,那我們今天呢 廢話不多說 趕快 還是要開這顆 這顆是還沒熟 這顆是還沒熟 這顆還沒放 開這顆 好,我們今天呢 就直接 直接切開 直接一樣這樣切開 拿來品嘗看看 我們今天從這顆聖德龍開始 哇 一樣撞到了 一樣還是撞到了 這邊撞到了 好可惜 所以 芒果用油漬的是有點 有點可惜 沒關係 前端這邊 我試試看 前端這邊 這邊撞到了 撞到了 可惜可惜 我現在試試看 前端這邊還好 它有特殊的果香味 有特殊果香味 我也不會形容這是什麼味道 網路上有人說叫做色香味 但是我不清楚色香味是什麼味道 就是有一種它獨特的果香 然後那個 就好比是那個黑香一樣 它也有它自己獨特的果香 沒有酸味 很可惜 這邊很可惜 來 再把它切開 那邊怎麼了 應該是撞壞 撞爛 這邊好吃 不錯 不錯吃 可惜 這顆可能 嘖 可是這顆 應該不行了 這顆改天了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 再開一次 我們前天開給各位看的這個浴紋 前天我們 我拿衛生紙 前天開果的時候 因為它熟度還不夠 所以 不是很甜 但完全沒有酸味 我們再開一次 昨天開的時候 它顏色也還沒有很黃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需要一些顏色 不一樣的顏色 一個是偏紅 一個偏黃 好 先放 今天呢 時間關係 就由我來先試吃 待會再開放給其他人 果肉很細緻喔 果肉很細緻喔 果肉很細緻 然後用舌頭去壓它它就化掉了 果肉蠻細緻 沒什麼千尾感 很好吃 這種味道就完全不一樣 兩種味道完全不一樣 甜度差不多 今天呢 開果實際喔 比前天開果更好 所以甜度提高了 甜度非常的不錯 忍不住再多吃一塊 我都沒有用牙齒 我放到嘴巴裡面 用我的口腔跟舌頭把它壓 一壓它就糊掉了 所以非常的細緻 然後就好像喝水一樣 直接把它吞下去 不錯耶 很好 先放個給小孩 好 再來 再來 再來就是老媽最喜歡的 其中之一 金黃芒果 來這個金黃芒果 好 開 開 不用再醉酥太多了 醉酥太多 不用 開果 你看顏色 如果以顏色深度來講 它金黃比這個芋紋還要更深一點 它這個芋紋應該是還可以再放 還可以再放 我看你一直等 我知道你要吃 先給你吧 快啊 好 好 小朋友在旁邊一直流口水啊 好 金黃芒果 來 嗯 自己種的金黃芒果就是不一樣 有陽光的味道 嗯 跟外面種的那種 跟外面買的那種金黃芒果不太一樣 這種自己種的喔 有陽光的味道 嗯 嗯 好吃 好吃 只可惜 和兄 這顆還是 撞到了 所以呢 就如果我昨天跟你講了 還是不要遊記啦 改天我們 聚會的時候呢 我們再互相分享各自的一個 一個產物 我再插一下手 那旁邊呢 順便跟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桌上 放在桌子上 讓全家想吃就吃的一口椒 又叫蛋椒 這個皮非常薄喔 你看喔 這個皮很薄 你看 你看這個皮 薄成這樣你看 有沒有很薄 非常非常薄 那這種蛋椒喔 就是你放越久 它就越香甜 這還不是最好吃的樣子 最好吃的樣子 就是 黑色的地方 分布更多的時候 它才是最好吃 然後皮一樣很薄 幾乎幾乎是 跟那個果肉是黏在一起很薄 非常薄 你看 跟紙片一樣 那這個一口椒 什麼叫一口椒 塞下去就 就結束了 然後越嚼 越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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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香 吃這種蛋椒 一口椒 不要吃了 馬上吞 要讓你嘴巴裡面 一直嚼它 一直嚼它 跟你的唾液 充分的混合 那甜度又提高 再吞下去 再來一個 啊算了 先不要 我還要再吃一種東西 給各位看 登登登登 冰淇淋 對 冰淇淋 你怎麼知道 冰淇淋 冰淇淋果 這個也是我們家自己種的冰淇淋果 冰淇淋果呢 呃 今年喔 產量非常非常高 不過呢 因為產量太高了 它果實有點小顆 明年呢 我們可能會稍微蔬果一下 讓它大一點 不過還是非常好吃 冰淇淋果呢 老媽說 你就熟了之後呢 削一削 全部把它削開 削因為太多了 所以熟了削完之後 你吃不了 就放冰箱 放冷凍 想吃就拿出來 像在吃冰淇淋一樣 想吃就拿出來 這一顆呢 是如果明天吃會更恰當 因為 這個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硬硬的 不過其實是已經能吃了 那冰淇淋果甜度非常的高 好 好 冰淇淋果 白飾 白飾裡面呢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種子太大了 種子太大了 然後口感 好 吃給各位看喔 冰淇淋果 好甜喔 腰瘦甜 非常的甜 然後有一種說法 就是它吃起來 味道有點像世家 那吃起來了 瘦粉不完全 有這小籽 那裡面呢 這個應該裡面 有一顆至兩顆大籽 一顆而已 好好吃 小籽 這些種子喔 沒辦法種 好好吃喔 跟冰淇淋一模一樣 大籽 籽這麼大 只這麼大 這個用種子種就可以了 種完之後 再去嫁接 這種 白飾冰淇淋 非常容易嫁接啊 是我接過的果樹裡面 數一數二好嫁接的 非常好嫁接 所以 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買買一些冰淇淋 冰淇淋果回來吃 種下去 然後再去跟 人家要個枝條 來嫁接就可以了 很簡單 OK 好那今天呢 開箱 我們和兄 送給我們的這個芒果呢 的分享紀錄就到這邊 那跟和兄 報告一下 那個 油漬水果實在是有風險啊 這應該是被撞到 撞壞了 雖然你保護得很好 可是他還是被撞壞 OK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哈囉 你們要吃趕快過來